The Flash在一上映之后我便马上冲去看了 但由于最近比较忙 我也没有什么时间来更新影评 但当时候从戏演走出来的感觉是非常良好的 我真心觉得DC又终于在临终之前 搬出了另一部优秀之作 所以朋友要求陪他重看一遍的时候 我也没有拒绝他 我就是这么喜欢这部电影 但第二次的观影却得以让我正视 在电影后面隐藏的问题 既然这个是一个迟来的影评 那我也要趁这个机会 稍微更深入来谈谈这部电影 大家好 我是来自电影Diffany的CJ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务必要关注我们电影Diffany哦 在Steppenwolf事件以后 Barry Aaron一直都带着协作Batman的英雄活动 另一边 父亲的判刑日期也逐渐到来 虽然知道父亲是无辜的 但Barry始终无法找出证据为爸爸喜愿 无能为力的Barry加上对母亲的思念 他为了发泄 不顾一切的开始跑了起来 却因为速度太快 让他发现他拥有回到过去的能力 Barry决定利用这项新能力来阻止母亲的死亡 他虽然达成了目的 但也碰上了年轻的自己 还把他的能力传演年轻的他 导致自己丧失能力而被困在过去当中 Barry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塑造了一条没有超级英雄的时间线 这样下去 地球只会面临毁灭 而这个世界唯一存在的超级英雄Batman 变成他的求助的希望 但他惊讶发现他的战友 早已经变成一名七旬老人 他该如何才能够回到过去 并拯救未来呢 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 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就是他的营销方式 早在电影上映前 便有许多名人站出来称赞这部电影 Will Smith的儿子 Jaden Smith 呃...OK 旷路写出来 呃...他不是在忙不去 Impossible的宣传吗 然后小偷下 Stephen King 这个看起来和电影圈子 毫无关系的老人家 你确定你没有绑架收这些话吗 而且你们费尽心思把电影捧得这么高 待会评价出来不好怎么办 你收不住火吗 你们真的不怕 嘖... 嘖... 我就说了嘛 这样你们不要捧这么高了咯 你们就是不要听 那老实说 电影本身的剩下到底如何 我可以说稳稳的在DCEU的前五名之上 在DCEU完结之前 还能让我看待一部如此精彩的电影 实在是感慨万分 电影让我感觉最聪明的地方是 电影让未来的Berry 来和过去的Berry搭档 之前BerryAaron出场的时候 顶多是屁名一孩 只是后来到Justice League的最后 发了一个大招小帅的一下 但从其量还是一个搞笑的角色 但由于现在的Berry因为困在了过去 他也找出事情真相 一方面就得去照顾年轻的自己 而他看到过去的自己 愚蠢无知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抓狂 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要照顾 你还在上学的倾地里 头脑单纯 温思小花一朵 看穿屁孩一鸣 而未来的BerryAaron 就会因为这种反差感 而让他意识到自己之间的缺点 而逐渐成熟起来 这两个人的互动 就成为了电影的精华 也贡献了电影里面最多的笑点 当The Flash登场在Justice League里面的时候 他距离是个有点惊艳的超级英雄 我们也就无法得知他的过去 但由于这次有年金人BerryAaron 剧本便抢卖了安排让观众 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 看到The Flash的诞生 以及一些他获得力量以后的热场生活 之前在Justice League里面 扮演一个胆怯大学生的Eza Miller 在这部电影里面 竟然可以轻松分饰两个角色 告诉了观众 他绝对不止只有脸孔 也有演技 而电影达到最精彩之处的时候 便是Michael Keaton所饰演的Batman登场 随着那个经典配乐响起 我相信老粉丝都会感动流泪 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整个DCEU里 我们竟然能在The Flash的电影里面 看到两个不同版本的Batman 最帅的时刻 电影不但把Batman身为策略家的一名 给拍了出来 还有他那个不屈不老的精神 以凡人之欺对抗外星人的伟大 导演Andrea Muschietti 总算是给DCEU的粉丝圆了个梦 塑造了DCEU里面最成功的Batman形象 新人Sasha Kahe 实际上的Supergirl味道也有 虽然蝙蝠有点短但足够吸眼球 既然挖掘了这个有潜力的演员 我希望Warner Brothers能够可以把它发挥下去 电影剧情更是改变了DC漫画的Flashpoint 即使漫画的庞大的格局被删减 但未来的故事古关依然还在 我们更随了The Flash去解开谜底 尝试找出这些异状的源头 一层接一层的新发展能够吸引观众看下去 加上电影的节奏平稳而且演技到位 是DCEU少有的优秀电影 其实有一点差啦 但我觉得还可以让人接受 片尾的彩蛋也应该能够满足某些观众 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完以后心情会这么的愉快 所以我马上有答应了朋友要求再看一遍 但在这次重看以后 我才发现隐藏在后面的真正问题 既然讨论这部电影的问题 那就讨过这部电影最为争议的地方 那就它的CGI画面 电影的CGI我一开始我是觉得是某种美术效果 当我在这重看的时候 我知道我真心接受不了这种画风 电影CG满满的是Uncanny Valley现象 中文通诚恐怖古理论 根据维基百度的解释是 人类会对机器人产生正面的情感 直到一个特定程度 他们的反应会突然变得极为负面 也就是说 机器人如果不像人类的话 那人们是可以接受的 但当机器人有接近8-90%的程度 和人类相似的话 人类反而会变得害怕 直到这个相似度来到99.9% 那这个好感的程度又会再次恢复 而这个恐怖古理论 电影里面到处都是 我靠 一开始的婴儿拯救行动 Berry的时光倒退空间到后来的大决战 电影的崩坏程度也太多了吧 即使当有后面出来 据我说是制作组有意为之 我也很难接受这个解释 老板Batman和新Supergirl这两人的登场 只认为被警方引出第三章 由于是Supergirl 它的存在意义几乎为零 至少Batman在主角上的里程当中 还有少许工件 但Supergirl 她被释放出来以后 短短的30分钟 她的篇章就马上结束 完全没有任何心理戏留给她 非常可怜懂吗 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个角色的任何成长和曲线 而 虽然电影没有采用一贯的CGI大战 作为收场方式这一点值得赞取 但最终反派的登场一部分只是寄情需要 其终极目的则是为了效仿Spider-Man No Way Home 来个无限宇宙互相碰撞 顺便让过去的角色作为彩蛋登场 但这里面出场的彩蛋角色 我真的不能理解组创的思维 里面登场的角色要不是已式的演员 不但就是冷门电视店里面的DC角色 还有个是连电影都根本没有拍成的 就算是DC师傅也很难收获吧 更换是路人观众 即使你拿DCEU成立时间来所有的登场角色 一起出现在观众面前都很难引起共鸣 这些彩蛋真的是会让人抓破头脑咯 而且别忘了这些彩蛋全部都有CGI问题 而电影的争议到此还没有结束 来到剧情这边 电影有许多剧情始终没有急于解释 最好的例子便是到底谁杀了Berry Allen的母亲 然后造成平行宇宙巨大伤害的Berry Allen 很意识到改变过去的代价实在太大 他决定和母亲告别回到未来 电影来到这边观众似乎是见证了Berry Allen的成长 但他却又在最后一刻回心转移改变过去拯救自己的父亲 虽然只是简单让父亲免罪 但这毫无争议的再次引发了另一场未知的蝴蝶效应 Berry Allen最终还是改变了未来 而这说明了Berry所经营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 Berry Allen在三个世界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教训 他依然还是那个没有成长的他 也代表你花这两个小时 所投的所有感情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后面当然也关系到现实世界 Warner Brothers想要去扎岛化 他想要借这一步地来重组DCEU 所以Berry必须改变了世界 他们才能够加入他们想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结局电影公司的责任最大 电影口碑不如预期 DCEU不断的瞎操作 最重要的是男主Ozan Miller的暴力事件 票房预期早已下降至首周8500万 但本视频揭稿的时候 电影宣告首周仅仅进张5500万 证明了DCEU的棺材盖根本盖不好 两次观影总结下来 我依然捍卫我对电影的看法 它是不错的 但本片上映的时候问题就已经很多很多 只能怪到胜不逢死 最后就希望James Gunn能够一再整顿DCEU 以Superman Legacy带领DCEU重新出发 那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电影提分力哦 那我们下次Shot Tomate 还有一个Blue Beetle对不对 哦还有一个Aquaman True 我都忘了 他们也是DCEU仅存的一份子啊 诶?Blue Beetle转去DCEU了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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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